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金竹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2月13號 禮拜三 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呢 我們後來稍微聊一下網通股 還有一些被錯殺的股票 好 那影片開始之前呢 好習慣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一樣看到今天的大盤的部分 今天大盤是一個開高走低的情況 那不過開高走低之後呢 他又慢慢的往上拉 那尾盤是最後收上來啦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現在的指數 就是一個很討厭的狀況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昨天的影片 我們跟大家稍微提到過 就以現在的周線的扣底值 是越來越高的情況呢 代表什麼 大盤面對的壓力是越來越大 那大盤面對的壓力越來越大的話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趕快進攻 去脫離扣底值的話 那麼對於行情來講 就不是一個這麼漂亮的狀況 那再來第二個關注的重點哪裡 就在於前波高點 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畫那個黃色線的這個地方 就你前波高點 到底有沒有辦法可以代量站上 代量突破 這個也是一個判斷的關鍵 原因在於說我們可以看到像 美國股市是已經早就創新高了 可是台灣呢 卻怎麼樣 卡在這個前波高點要過不過 那這個就很討厭 因為我們其實這一波上檔以來 其實你可以發現 台灣跟美國算是一步一趨嘛 就美國漲 那台灣也可以跟著漲 但到了現在 你會很明顯看到說 台灣算有漲 但那個漲勢好像就 沒有像美國這麼的強 那萬一美國回檔的話 那對於台灣也是一個比較不好的情況 就怕說跟漲 跟沒有完全跟到 那跌呢 全部一起跟 這樣就很討厭了 那所以說其實在現在來看的話 關注的重點一樣在於說 那個前波高點 到底能不能夠站得上 那今天晚上還有一個最大的事情 就是FOMC會議嘛 那在這次的會議上呢 其實市場上已經預計啦 就是這一次應該就是停止升息了啦 或是從以後開始 可能都不會再升息了 結果升息的循環已經結束了 原因在於像昨天公布的CPI數據 也是算是符合預期 那現在來看 通膨數據是真的往下掉 那只是說大家現在關注的重點到底是 當息可以降息 因為現在有人說明年第一季 有人說明年第二季 有人說明年下半年 就大家還是一個眾說紛紜 那其實我個人覺得啦 明年第一季要降息真的太快了啦 因為美國的經濟真的 跟著美國的通膨數據 真的沒有下滑到這麼明顯 所以你說要立刻降息 我覺得那個機率是太小了 那可能要等到明年第二季 或是下半年會比較有機會 那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今天晚上 就跟著是明天的凌晨3點 大家會來關注 包括他到底講了什麼話 好像講完了大方向之後呢 那我們再來提到一些個股 因為像今天有一些網通類股 像奇基 或像是智義 或像是中壘 今天股價都蠻強 就今天的網通類股 其實股價都蠻強的 那像我記得在禮拜天的文章 對禮拜天的文章 我們就跟大家稍微提到網通類股 那在昨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關於在寫了一篇 就是網通類的一些明年的狀況 好那我先來跟大家稍微來複習一下 如果在上禮拜天的時候 應該說這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在網通類股到底講了什麼 就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現在大家選股的時候 要注意到的現象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大盤 現在的周線扣底值是越來越高 那你看喔 如果以上禮拜 跟著禮拜天的時候 起積的狀況你會發現 黃色的箭頭它叫做扣底值 綠色的箭頭它叫做基準價 就你可以發現說基準價 是比未來幾個禮拜的扣底值都還要高 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它未來幾個禮拜壓力是變小的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跟大盤長得比較不一樣 沒錯吧 像我們剛剛看到大盤怎麼樣 大盤是扣底值越來越高 代表什麼 壓力越來越大 那你看起積或像是致翼 其實你都可以發現類似這種狀況 就是扣底值 怎樣都比基準價要來的小 就表示說壓力是變小的 所以說像類似這種狀況來講 我就覺得是在選股的時候 一個蠻重要的注意方向 因為我們在選股的時候 通常就是一個重點 一個哪個哪個重點 工作生活忙碌沒時間 只有想要學習有效的股市操作技巧 並且想要迅速得到股市上最新的資訊和正點 訂閱阿信的QuestPay文章 因為大盤可能多數時間都是在盤整 那你盤整你跟著大盤上上下下 那你的錢放在一邊 它就會變成比較沒有效率 所以我們在選股的一個最核心的觀念 都是去找說哪些股票跟大盤漲的不一樣 那怎麼知道它跟大盤漲的不一樣呢 像我們剛剛跟大家教學那扣底值的概念 就我們在這禮拜天文章跟大家教學的扣底值的概念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方式 其實我已經跟大家講蠻多遍 就是我覺得在所有的操作技巧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技術分析的技巧 就是扣底值的應用 就這個東西它是能夠讓你去判斷壓力大小 就未來幾個禮拜壓力大小 那你如果去知道說未來幾個禮拜壓力變大了 像大盤這樣子 那如果假設 不假設 假設大盤沒有辦法扛住壓力的話 那會怎麼樣 它就很有可能會出現這種狀況 我們要看大盤 它就很有可能會出現跌破五周均線的狀況 那我們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看一個中期的趨勢的時候 都是用周線來看 那如果大盤跌破了五周均線 那是表示說整個的氣氛 或整個的情況就沒有這麼好的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東西是你在選股的時候 我覺得一個蠻重要的判斷方向 那再來就是也不可能說單純只看技術面 就我們還會看一下這產業 然後跟一下它的基本面 好那像在起屆的部分 它就是帝國衛星 這個我們之前介紹過就不多講了 那像是智翼跟中壘 因為像今天智翼是漲停板 智翼是大大漲停板 那今天中壘也是大漲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昨天的文章 也有稍微跟大家聽到 就說在明年的產業展望 那明年的產業展望其實最 最大的應該就這個 5G網路 印度的5G網路 這個東西我們會找一篇影片 然後再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因為像這個5G的網路 其實我覺得是你要去看說 因為現在5G其實已經很 滲透率已經很高了啦 但是印度這一塊其實是個 蠻值得注意的市場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發現喔 印度的股市是創歷史新高 這個真的蠻有趣的 就我們會去看說 哪一些地方的股市 他能夠創新高 那去看一下說他是為什麼 能夠創高 或他還有什麼其他的一些投資方向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部分來講的話 那就是我覺得說在這一塊 就是一個比較值得來留意 那只是說 當然也不是說講完就叫大家去追啦 因為像今天 致意 就直接拉到漲停板 然後中壘也是直接大漲 那像這種去追 但那個風險就會比較大 那只是說就產業的情況 他是能夠跟技術面做個配合 就像我們在跟大家講AI的時候 概念很像 就是說 我們在看一個產業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產業他是好的 但這個產業是好的 不代表說你要立刻進場 你要幹嘛 你要配合線型 就是我們會用 基本面跟技術面 他就合在一起 去觀察說他哪個時候 是比較好的進場點 因為有時候你覺得產業是好的 但產業是好的 不代表他股價就會漲 你知道嗎 就產業是好的沒錯 但是股價 他是要怎麼樣 他是由錢來堆起來的 就你這張股票如果沒有錢 沒有資金去買他 他會動嗎 不會他可能還會跌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判斷 股票的時候 影響股價的因素非常多 那我們通常都是用產業 然後配合上技術面 那以技術面來當作主要的 進場的依據 這樣OK嗎 好那再來講完的網通之後 那其實在講到起積的時候 我覺得蠻有趣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跟大家稍微聊到一下說 起積啊 他為什麼這一波段 他會比其他要來的強 原因在於說我們可以看到像 這一則新聞就這個 重量級ETF成分股洗牌 那這個東西呢 就比較偏向是籌碼面 因為我們知道嘛 像現在ETF像什麼00878 00878 然後什麼00919 0050 0056之類的 就你會發現現在ETF真的很多 而且買ETF的人也超多 那所以說其實像他們在做這種 成分股調整的時候 這個就有點類似那種 吃豆腐的感覺 為什麼 你去看像 在0056 他納入了誰 納入起積 然後在0051 他也納入起積 所以說你發現 最近有三個ETF要換股 換裡面的成分股 有兩個 他都是納入起積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最近起積 他的投信 他的投信 其實就開始買 有看到像投信就開始買 所以這個東西我會覺得說像 就這個就比較像是一種 就是籌碼面的吃豆腐啦 那我們今天的標題是說 被錯殺的AI股 那有或是被錯殺 其實也是有 也是有 像是誰 像是這一檔 紅基 他就是AIPC的股票 那為什麼說要被錯殺呢 因為像之前00878 他換股的時候 00878 他是把 紅基給踢出去 他把紅基給踢出去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一段期間 怎麼樣 投信一直賣 但投信一直賣 你會發現被誰買走 被外資買走 其實這個也是另類一種 判斷籌碼的方式 像我們剛剛講的起積怎麼樣 他是怎麼樣 投信 他要換股 所以會有投信的買盤 去把他股價拱上去 但像紅基呢 他雖然被踢出成分股 但是你發現 像我們在看ETF這種 籌碼面的時候 你會觀察到 如果假設像這種 投信一直賣 股價卻沒有下去的情況 那你就要去思考說 股價怎麼樣 他可能有另外一隻手 別的買盤去把他的股票給收走 那這個買盤收走呢 你可以發現被外資收走 外資收走 投信賣不下去 現在股價怎麼樣 就慢慢爬上來 所以以銅基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說他的位階啦 整體位階也算是真的是不高啦 然後剛好又遇上了 就是投信的整個 不能說停損賣壓 投信的換股賣壓 那換到現在你會發現 股價其實都沒有下去 那反而今天還是一個價格量增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在看一個產業 應該說看一檔股票的時候 除了看他的產業 然後看他的籌碼 然後再來用技術面 找進場點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 就是你在判斷股票的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看 像籌碼這東西 我覺得ETF這種 因為現在買ETF人真的太多了 太多的情況下 反而有一些是可以讓我們來 逆勢來吃一下豆腐的狀況 那當然啦 這不是說看到投信納入 股價就一定會漲 也不是看到投信踢出來 股價就一定會跌 對不對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過 你反而什麼 反而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譬如配合產業 或是配合像紅機這樣子 投信一直賣 就賣不下去 這種反而是一種 另外一種另類的選股方式 好吧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方法 大家可以以後多學一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小朋友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